你还记得陈日贬总统在自己一手发起的这个青年国事论坛当中 遭到一名学生当场很不客气的恰乡 认为总统不应该用公投绑大选 今天东森细闻独家找到了这名同学 他就读于台大农业推广系四年级 平常对于台湾的政治状况 他有自己的看法 讲话也非常的犀利 面对当前的政局 他毫不掩饰不满 访问当中蓝绿共同一起痛骂 还是来不及换上西装 一样T恤 夹脚脱鞋 前一天大庭广众之下呛扁 台大四年级的富文中 这一回管理蓝绿 通通一起骂 他们现在每天都在讲爱台湾爱台湾 我觉得尤其望奔赫众人 根本就是民粹家 马英九都在讲说 那个台湾是中华民国 我觉得这个马英九没有满没有智慧 左扁扁又打马 带点嚣张带点狂妄 打开了电脑秀出活照 从阿扁总统 罗文家 甚至前教育部政务次长 范俊律 部落格力通通找得到 原来之前两次大选 富文中都把票投给了阿扁 但明年三月他改变心意 因为我非常谈国民党没有诚信 那基本上现在陈俊扁也没有诚信了 所以我觉得两边都一样 我下次再也不投了 自负的眼神在系上被立为怪咖 富文中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认宅 女人啊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举个例来 因为爱啊 和许多政治人物一样 难过美人观 诺文中说 管他呛扁还呛骂 天生的狂妄口才 不是用来从政的 开公司当老板赚大钱 才是他人生的终极目标 诺文新闻林中文恒年 台北报道